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感念母爱 太极门养生学会日前在洛杉矶核桃市举行感恩母亲联欢会 点燃爱心从母爱爱母开始 在当天的活动上 大家在歌在舞 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从关心父母做起 学会三代生命 感谢父母感谢社会 唐代诗人孟娇曾写道 十母心中线 由至身上一 菱形秘密逢 一孔池池归 随眼春草心抱得山城灰 古人诗句唤醒现代人 能更加地感恩母亲 关爱母亲的意识 练气功修身养性 就是爱自己 爱身边的人 因为把自己练得健康 练得快乐 就可以让家庭幸福 孝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在中华大地 五千年鸳艳流长的文化残河中 历来注重孝道 参加活动的 太极门养生学会弟子 深情地表示 人生其实走到最后 有好多事情 就要学会放下 然后陪着妈妈走 那最后一段路是很感恩的 学会感恩 古人说得好 滴水之恩 永泉相抱 母亲给了我们的生命 并寒行路苦 把我们抚养 这恩情比天高 比海森 我们感谢这生命的赐予 这无言无愧的互出 应该学会报恩母亲 妈妈今年87岁 其实走路也不太方便 我觉得自己最欣慰的就是 一个68岁的儿子 推着一个87岁的母亲 去她70年前 跟我父亲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我觉得那是最欣慰 也最开心 也让妈妈开心 弘扬母爱 传承孝道 是全社会建设 精神明明的基础工程 这赋予了孝智 更深刻的内涵 这不仅仅要求我们 对父母经儿女自孝 还提倡我们 尊老爱幼 胡若即贫 对社会有殖忍心 以及懂得回报父母 老师 他人和社会的感恩自信 美国国家电视台记者 王富民 路上期报道